好,再硬下去 你們嘗試過最激烈些什麼? 我試過,我講真的都沒試過 好像鉗筒片一樣 那時候真的試過 嘩,鉗筒片整個單手拍斷鉗筒試一下 誰知道真的很容易 初時小時候都覺得會不會這麼容易 鉗筒試一下,大力一咬就馬上斷了 很危險,千萬不要做 鉗筒後沒有毒刺下去,手可能會變白痴 好像鉗筒不是用鉗做石墨 但總之也是不好,木刺很容易刺到手 但一時火車眼就有時會突破車 有人試過,我以前也看過有些人生氣 看Youtube有一個人看見QRARJOE 就馬上打爆屏幕,爛尿 不如那個遺假,有點假的 有個肥仔 立刻很生氣,一拳打爆屏幕後就看下去 他的鏡頭很假,他立刻看下去就在爛尿 如果是真人,怎麼會是真人呢? 正常的人看見鬼佬 鬼佬看到別人被嚇,不會深表同情 一定會在那裡笑 那時候一個人在笑的時候 一定是手是 插插插插插插 你看到他很穩定,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作假 鬼佬通常沒辦法引導,一定是笑到肚子都亂 鬼佬看到你什麼Fail的影片 有些Youtube的滑板撞到爛了 滑板撞到很痛的人 你看一些留言,不是說 我們香港人、中國人看 我看到都覺得很痛 什麼什麼什麼 不要再說了 通常我們都會有很多是這些成分 鬼佬就是什麼LMAO 什麼LAVE 什麼什麼類似 笑到停不了口 那些比較多 鬼佬會覺得痛一會 但是他們覺得得到快樂 他們沒有什麼所謂 他們不會覺得這樣是恆災樂 你看笑笑小小電影 我記得以前我有一些朋友說 很恐怖 他們不敢看笑小小小電影 他說 小小小電影 通常有些人是專拍這些Fail的影片 其實很漂亮 就是小小小孩子 或是動物 或是什麼 但他們覺得這會很恐怖 所以是不看 好!國球大師!頂頭最美啊!可惜啊! 你們知道什麼叫少少小電影嗎? 以前在明珠台做的,也是類似綜藝節目 好,綜藝節目會叫觀眾錄一些搞笑家庭的搞笑片 然後他就會放進去 如果用了你的影片,就不知給你多少美金 給你多少錢 這樣就有獎勵 那通常就是寶寶仔跳彈 床彈彈彈一開始,是不是很好笑?很溫馨 然後一下子跳下去,BANG! 然後滾打關頭,極恐怖 即是寶寶仔遇到少少痛 但你要看到鬼佬玩的那些是瘋子 即是可以有你 大人有看過那些日本人很流行的拍攝機 有一個人拿著電鑽轉地 彈一下彈一下 有些大人玩這些彈彈一下 一開始拍攝影像在那裡笑 很溫馨、很滑溪、很得戚 彈一下一下子撞在牆上 配音、笑聲 有些人會覺得很恐怖 你們喜歡不喜歡看嗎? 我小時候也覺得很好笑 但現在大人會覺得太痛 也會覺得很辛苦 好像有一個主題曲 美國人、美國人、美國人 他一直在唱什麼? 美國人、美國人、美國人 類似也是這樣 然後又倒數10名 類似 冠軍跟第10名獎金一樣 我印象中是這樣 那個主題曲 不知道有沒有換到 這個節目也算是很長壽 好 那個主題曲叫什麼名字我真的不記得 不是 從來不覺得笑笑小電影好笑 反而是很恐怖 不像外國人叫得笑笑小電影 他就證明他的區 他就覺得 不恐怖 而且他配一些笑聲 你就知道了 很難聽 那首歌是這樣的 本身的問題 很難聽 很難聽 然後 如果說到美國的舊場 以前還有什麼 《Picnic無敵大集》 你有看過嗎? 《Picnic無敵大集》 有幾個護體 以前是 廖偉雄和胡大衛在做那些 《Picnic無敵大集》 做什麼呢? 你當作跟肝肉擂台 通常會有兩個人同時在玩 鬥快到終點 中間有很多障礙賽 例如有些 要用一隻手 用單車 單車不是有腳踏的 其中一個就是要用一隻手 用來啟動一些腳踏 然後他就在藍索裡 立刻攪拌過去 然後有些是站在波上滾來滾去 我最有印象的 有一幕就是 到終點前 就會有幾個紙門 讓你選擇 其中一個門 就會有一個大隻佬 拿著一隻箭 拿著一隻箭 還是什麼呢? 擋住 如果你一下子 撞下去 如果你撞到一個大隻佬 通常會看到很痛 暈倒 但我小時候覺得很白癡 那些紙門 你就拿著手指 一下子 撞下去 我們看古裝片 已經經常有了 跑過去一撞 咦? 原來自家裡有東西 撞不過 立刻轉到另一邊 但那個節目裡面 我印象中 沒有一個人 是聰明的 可以這樣做 每個人都要整隻牛 速出盡全力 撞下去 軟展 從來沒有一個聰明的 可以這樣做 這些計測 那些 如果我 我就會這樣 到最後一個 我就輕輕地碰一下 或者拿腳踏一下 就知道 這裡有人 然後馬上轉到另一邊 你玩這些障礙賽 我肯定很厲害 因為我有腦 我體力未必說最好 但是 智謀 才是最重要的 英文名字 這個節目好像 有一個英文名字 如果你們想看 因為 你搜尋 Picnic暴力 大隻 我未必看到 英文名字叫什麼 美國 不知道 什麼 想想 不知道 是不是Big Show 我不記得 我回來 我稍後再找給你 總之 都蠻好看 小時候經常看 也是晚上 晚上 十一、十二點 做的 那時候已經是十幾年前 好 有人說 日本的節目 這些真人show 全部都有劇本 不要看 美國那些都有 我懷疑 你很難說 你怎知道是拍得真 還是假 你意思是 那些什麼 VS藍的遊戲 拿多少分 都有可能是劇本 日本人是喜歡 按劇本做事 很少說 我現在打天才魔 怎樣怎樣 通常都是這樣 好 有可能的 這些綜藝節目 你以為是 真的自然發生 有可能是劇本 也可能有 或者兩邊側 有些真 有些假 或者是全真 全假 你不知道 除非你參與的節目 好 哎呀 不過對觀眾來說 最重要是好看 你裝不重要 你做得好看 自然 觀眾都覺得 沒什麼所謂 有些人說 WF WWE 那些 美國摔角 都是假的 的確被人看到 因為角度 你看到 他很喜歡摔角 我就是用手背 拍人心口 正常你心想 怎麼會 怎麼會 如果你真的想打人 怎麼會用這些 招數一拳 摔下去 人家最快死 打心口 你就知道是做效果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拍下去很大聲 而且皮膚會紅 那你就會覺得 好像很厲害 或者怎樣 還有那些 摔角 美國摔角 那些摔角 你有時看到他 好像在數一三 叫那些人都要一起跳 好 來吧 這個自有球 怎麼了 給你啊 喂 你給你啊 你叫我按鍵 不是叫我給你嗎 在想著做什麼 然後你這樣按了 我以為你 為什麼立刻拆開 不知道啊 大哥 我想做反應場 我想不到 意會不到你的意思 但摔角也挺好看的 雖然說 有些假 或者什麼 有些 但是 氣氛都不錯 有時看到他在那裡 噴的 美國的舞台效果很棒 經常噴火啊 噴的那些 異氧化碳白煙 看起來都覺得很小 然後 經常拿小椅子在那裡 吐啊 然後整條樓梯 整條樓梯 很高 然後幾樓 那些什麼 Jeff Hardy 最喜歡 有一個 很喜歡染那個頭五眼綠色的 Jeff Hardy 你就知道 如果你有看開 早幾天 好像八年前 那些無線 有一陣子有播 接著那個 Jeff Hardy 很喜歡 很喜歡 在那裡打關斗 空中 後空翻 一下子 摘到別人那裡 我小時候都在想 這些摘到 神經病 你打人 會不會這樣一下子 摘到別人那裡 拿個肚子 除非你像北斗之拳 那些紅心的肚子 帶到神經病 這樣摘你才有機會沒事 正常人家一摘下來 隨便爭 不要說人家舉爭 摘歪點 你小心摘歪點 摘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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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可能 自己有相子 內震盪 即是內相震到自己的位 我最喜歡的摘角手 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 如果你要說 我喜歡的摘角手 是那些什麼 摘歪點 什麼 呃 女人湯圓 阿力士 啊 托鷹何根 那類 摘歪點 好像有復出還是什麼 現在全部的那些摘角手 好像都出來了 有傳說 新的那些 不太行 即是不受歡迎 自從Stone Code 那些 The Rock 不玩之後 好像就沒有 押台感 什麼 Triple H 那些 那些 有一類 可能不看摘角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你說 禿鷹何根 以前的戲也有得拍 禿鷹何根 就是金毛 就真是地中 你說明禿鷹 你就知道 頭髮就真是頭頂禿 他全部毛髮都是金色的 然後 留點鬍鬍 好像典型 美國佬那些 圍著整個嘴連下爬 那些 但是 他雖然沒有禿頭 但是他後面就留點尾 你不當他是潛額 和地中海的部分 都沒有頭髮 但是後面呢 他是留長 很出名 他有拍過一套電影 做保母 還是什麼的 然後 也有很多人看 而且他演技也不差 你看到他表情 他平時 打摔角表情也很多 很多 還有他有個出場姿勢 就是一定要撕難件衣服 然後有一次 以前阿拉斯波 什麼周末摔角 大窮熱 然後他問主持 主持是什麼 張匹德還是誰 問他 他說 什麼何根 為什麼衣服這麼容易撕 他說 我試過在家裡自己撕 撕底衣服 撕極都撕不爛 而且撕得不漂亮 他就跟他說 我現在已經有件何根的衣服 我告訴你 巧妙 他說人家何根的衣服有機關 一早已經戒掉了 所以他一撕就馬上爛了 他說 這當然是人家聰明 他說正常的衣服 哪有這麼容易撕 這麼容易撕得爛 那衣服可以撕 沒有人買他的底衣服 對吧 那麼 什麼 譚君儀 那個 那個 譚君儀 咦? 不知道 我只記得有一個文俊 還有立不小新的配音 我記得 有一期 立不小新會一起去配 啊 我以前也有試過跟小白 玩類似的 也算特別 也算多花神 有誰想到 拿小新去配摔角 正如美國的話 就是拿那些 美國經典 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的聲音 yeah yeah nice awesome 萬必 文俊 已經後期了 萬必 我告訴你 託英可根 他的樣子到現在 那時候他已經是 退過一次休 再出來 我看那時候 過了一段 又退休 然後現在又再出來 最近 然後呢 二十多年 二十多三十年 他的樣子好像沒有變 他的臉 還沒有什麼特別多 就是 敬令 油光 滿臉 你留意一下 可能摔角手會塗油 還是怎樣 總之他的臉 他每次出場 他的臉都很紅 很紅 爆炸 不知道是摔角手 鬥氣高昂 還是怎樣 但是 他的氣息還是很好 現在 身形都保持得很好 他還是很大 可能他已經是 六七十歲的阿伯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們查一下 但是應該都很老 猜不到的 你真的不知道 你沒想過 過了二十多年的樣子都沒有變 啊 接著 摔角 總之 現在好像就沒有 日本好像也不是太流行 但是 日本是保持著 也有些人看 那些小朋友 好像也喜歡看摔角那些 日本有些更誇張 你 你上youtube找 那些 拿什麼沈按釘下去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神經 你看到整個頭血 在喊 日本人 這些是瘋了很多 你看到 他有某些位置 你會覺得很逼真 他有一些 他不知是 沈按釘 你不知為什麼 摔角下面的擂台 放那麼多 神經病兵器 根本就被你拿 基本上只有大會 有這些安排 但是不知為什麼 下面會有 按釘 你知道按釘是什麼情況下 才會找到嗎 在學校 你班房也未必有 是做迫步版的時候 才會有按釘 而且現在已經不流行 通常都是用釘書機 直接壓下去 你要找到這些按釘 極小機會 你壓 扯下去 可惜 他偏偏在摔角擂台底 找到一盒 大大盒 被你扔下去 然後他還要做一條梯 然後 一下子在梯上 把你那個人 扔下去 我不知道他怎樣 防禦 或者可能那些釘 已經磨你過 不吉 還是怎樣 但是看下去 你都會覺得很視覺震撼 很恐怖 好 有些人說喜歡看 泥漿摔角的 我就沒有看過 這些我對這些 沒有研究 但是 日本的摔角 有些人有什麼噴火 如果你有玩小時候 有些摔角遊戲 不知道有些人噴毒霧 還是什麼 不知道噴紫色的煙 還是什麼 古靈精怪 鬼佬的多數少一點 鬼佬的多數 就達得厲害一點 那些 大隻佬多 有人說什麼 魔力不吉 我磨也不管 抱歉 抱歉 現在要磨掘一點 就是磨你 說起這些摔角 我剛才想起一樣 說起美國什麼電影 我想起 最近 反斗奇兵 要拍 一集 第三集 就說 安仔大哥 要讀大學 玩具 決定送給 那個小妹 還是什麼 鬼爺 然後 胡定一開始 很擔心 最後 說 玩具是要被人玩的 然後 就去了一個小妹妹 繼續很開心地生活下去 很多大人 也說 很多不少的觀眾 看完都說 很感人 大家都對自己玩具 有回憶 本來 每個人都以為 是最後一集 反斗奇兵 現在公佈了 將會拍攝第四集 導演 就是第一 第二集的導演 這個導演 好像最近拍攝過 卡通片 就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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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xar 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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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電影 不知道是車 還是船 還是飛機 不記得 總之名叫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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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我忘記了 我沒有看的 不是太吸引到我 很漂亮 他說 現在就會開拍第四集 這個才知道 然後有些人就說 劇情會是怎樣 然後有些 我在高燈看到一些有趣回覆的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有些人說 安仔已經長大了 然後他說什麼 可能會加入成年玩具 哈哈 會加入成年玩具 成人玩的 神經病 然後他拍了一個 胡迪 那些 他拍了一個 胡迪 之前不是有一個 色胡迪 拿著 那些 玩具 這集就是他 變成這樣 什麼 胡迪的墮落 還是怎樣 他說什麼 由於安仔大了 人耳如木耳 安仔開始看什麼 閒片 或者接觸到這些 這樣的東西 這時候是主角遊戲了 辛苦各位隊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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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